好 大家好 我是串世羅 好 那我這部影片就跟大家聊個天吼 因為我的基礎教學跟遊戲實戰也告一段落 再加上我開這個頻道將近一個月了 對 今天是2月18號 但我 對 我看一下吼 對 最近28天 這到2月16號 然後1月20 那對 沒錯 我大概也1月18、19開的頻道 好 那 我開這個頻道主要有用 喔 對 我先謝謝這個 八位訂閱者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這個247次觀看人數 只要有看過我影片的我都很感謝你們 有抽個時間來看我 就算是可能看個20秒好了 我都很感謝你們有看到我的影片 好 那 我今天就大概聊個我吧 像 對 我遊戲實戰就做到5部而已 對 然後有一個人看了 他直接給我一個BED 那我也很開心啊 因為 對 其實我也覺得 我做的第一個迷宮遊戲 並不是真正完整的遊戲 啊我說結束 對 可能他也認為 不算是結束啊 可是沒關係 因為 這就是 對 我當初 其實我當初做遊戲 剛入門的時候 我根本也做不到結束 對 我只是基礎教學 再加遊戲實戰的基礎遊戲 我就會先讓大家入門 簡單的功能到 簡單的功能到 對 簡單的功能加 我做遊戲是大概總編排 跟組合上去 其實做遊戲就只是組合上去而已 就每個功能組合上去 然後只要有順暢 其實就可以了 好 那我的頻道 對 其實247次觀看人數 我也覺得 在一個月內 我也覺得算蠻多的 因為 第一 做遊戲 女生比較少會來做遊戲 第二 男生 有一大半的人 其實看到程式嘛 也會跑掉 對 其實大部分人 聽到程式嘛 就跑掉 好 那 對阿 所以其實 看的人不多 我也可以理解 對 反正這個頻道 我是開興趣的 而且就是分享我的經驗給大家 好 那就來聊聊我吧 那我大學 對 大學 我總 我就是看著很多人 大學可能好幾年都是 交男女朋友嘛 對 然後社團 玩得很出眾 對 他們都是過得很充實的人生 阿我的人生是什麼呢 對 沒錯 就是交不到女朋友 魯蛇一枚 然後 社團玩不起來 我當初也有去碰社團 或是戲學會 可是最後 人機關係還是 並沒有說 到很好 因為我是比較慢樂的 可是 對阿 可能大家覺得我比較 處不來吧 我最後就覺得 大學竟然我玩不起來 又教不到女友 那我就選擇拼課業了 好 那 直到拼完課業 對 因為我當初進到大學 我並不會城市嘛 不會美術 我連企劃是什麼 我都沒聽過 對 我當初成績也很爛 對 我有講過嘛 不是我有講過 我頻道也有講說 我英文連 英文數學都是0分 好 直到我拼了遊戲 我每天做8個小時在電腦面前 好 做到現在 已經兩年半過去了 大學快結束了 我什麼都沒玩到 好 課業 有沒有拼起來我不清楚阿 可是 對 可是 至少我會用 Unreal Engine 4這套引擎 遊戲引擎 我也會用Unity這個引擎 可是 我不太喜歡Unity 所以最後 我在學Unity 學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把 Unity給放掉 全心全意 投入Unreal的世界裡 對啊 Unity在台灣非常熱門 而且討論度非常的高 可是Unreal 討論度非常低 而且你很難找到 中文教學 中文資訊 所以 有的也是 已經很久以前 更新了 然後 近期更新的 其實就 蠻少 大部分都 英文網站 所以我決定 就是我 學到的東西 還是 用中文 來分享給大家 對啊 因為 我介紹 就幫你們入門的話 還是可以少走 有蠻多路的 那我當初 解決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真的就 很簡單 就是 好像是 對沒錯 我開一下 好 那我開給大家看 我當初的問題就是 我只是要做一個 3D的主選單 背景是3D主選單 隨便先建個樹好了 我也找不到樹 直接打Tree 好 這邊有樹 那 就這個 OK 對 我當初只是要建 3D的主選單 好 就 那幾棵樹就在那邊 那幾棵樹就在那邊嘛 然後 初選單 好 我重建一個 那個 剛才音樂有跳的話 但是 因為我在開專案 所以 因為我是一次錄到底的 所以 對阿 那音樂有跳的話 那就 沒 對阿 那因為是錄影關係 我之後 對我先 先做給大家看 然後 再來一個 Button OK OK 單初我只是要做一個 3D的主選單 嘛 然後呢 就是直接移個這個 欸不是 OK 把它移過來 然後來拍個 好 然後在這邊 我看一下喔 因為我也蠻久沒有用 到用 沒有 沒有 開門 到用 到用 來拍個 到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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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嘖 OK 然後 出選單 然後 我看一下 QS 這邊沒選到 我看一下我剛才按什麼 好就是這個 好可以喔 那我主選單單初就只是這樣子 對就做背景是3D嘛 然後主選單就是 在3D地圖裡面 顯示出來 那我單初就卡在這邊 對就卡在這個攝影機跟這個 就這兩個東西 非常簡單 大家一看就 就才兩個東西而已 對我這個東西 我單初卡了一個月 到三個月之間 對我摸這些功能 每一項功能 我基本上都碰到問題 最短解決是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才解決 很多東西都是 對都慘時間 到現在我這個引擎我也沒說很厲害 可是 我勉強可以幫大家入門 對我可以幫大家入門 就是功能我可以快速 介紹給大家使用 然後 大家就是 不會說 碰到問題搞不好會走 對就是算基礎問題的話 大家剛接觸的話 碰到基礎問題說不定 就 我剛好碰到的問題 你們也會碰到 然後說不定我解決的話 你們就不會碰到這些問題 因為自己解決 在沒有資源的情況下 或是很少人回答你的情況下 或是很少人回答你的情況下 自己學 會卡非常的久 對 有時候會卡到真的 你耐心會被磨掉 對 耐心被磨掉的時候 那很危險 你會有種想把專案 或是引擎直接砍掉的衝動 我沒騙大家 雖然我現在 對做遊戲還是保有熱忱 而且我也撐了這麼久 專題到一個人做企劃 我非常的累 可是 對啊 我並沒有放棄 所以我還是可以在這邊開這個頻道 教大家 Unreal 好 那 程式碼的部分 我建議大家就是 不要抄 不要抄程式碼 對 那之後我會再講 為什麼不要抄 因為閒聊時間就不要超過15分鐘 那 對 那 我的英文跟數學 高中都是0分 然後到大學 乾淨大學 也都不會 什麼都不會 然後我也是一個路舍 什麼都很爛 然後那個 對 我這麼爛的人 都可以使用 Unreal Engine 4 來做遊戲 對啊 那 因為 網路上很多文章啊 說 你沒有技術 不要進遊戲業 或是那個 對 我是不知道 業界是如何 可是 我覺得 對 我這麼爛的人都可以做遊戲 其實做遊戲 並沒有大家想的 非常的困難 女生或男生都一樣 我是覺得都一樣 只要你有想法 你就可以直接來做 但是 最好是找人合作啊 不要一個人做 因為我就是一個人做 我懂那種痛苦 對 雖然我是學生 而且我也沒有作品拿去比賽 那畢竟我一開始什麼都不會 然後又一直在研究這種 新的 然後又比較難的東西 對啊 所以我 未來 目前是未來會找實習 然後完成專題去比賽 好 那這是其次 我好不容易是提升起來 可是我並沒有也很強 因為 遊戲 就像我講的 有分三個部分 大家就是從美術 企劃跟程式 三個 挑自己 最喜歡的去做就好 不要再相信什麼 網路上 什麼 沒技術 不要進遊戲業啊 或是 程式碼 不能 什麼寫程式 或幹嘛的 對 那些聽聽就好 你假如真的 有熱誠的話 就 持續下去 對 就 持續下去 就很好 好 那 我的頻道 可能 對 因為 3月1號 因為我這陣子家裡也有事情 所以 我出片速度 而且我基礎教學跟 實戰教學都 先告一段落 然後我這個軟體介紹 像軟體介紹 這個3D小畫家 或是 影片剪輯阿等等 這些我都是 就是隔一段時間就會出影片 至少是 可能會一個禮拜以上 畢竟 我用的軟體 也就 可能就幾個而已 我不可能一次說 全部介紹完 那 不太可能 而且我 有些軟體 可能 不常用的話 我還是要去碰一下 對阿 所以這個 軟體 知識小學坦 我就會 比較慢做更新 阿 UNREAL的部分 實戰結束了 就是 基礎部分 OK了 那我 就 接下來就是 真正的 比較難的地方了 我就會 開始 開始 一個一個功能去介紹 對 這邊的功能 開始一個一個去介紹 像這個是 動畫 animation 然後 這個 blueprint 還有 什麼 interface 這種 這個其實我都 不太會用 還有這個 這個是 對 你點出來的話 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 列表 到時候 可以從這個列表去獲得資訊 其實很方便阿 可是其實 我都沒有很強 還有這很多 什麼 2D遊戲是我最爛的 所以可能會暫時 不會教2D阿 可是我會教橫向卷軸 對一樣都用3D呈現 2D的話我也沒有美術 所以 對啊就原諒一下我沒有美術吧 好那還有這個聲音阿等等 到動畫 動畫對到時候都會教大家一些技巧 或是特效 還有這個材質球 對還有材質球 這點一下然後隨便拉一下 然後這樣子隨便建一個材質 好大概就差不多先這樣 好到時候會一一介紹 好它就會變紫色 OK 對 Unreal的部分就是 剛才那個我會開始做點進階的教學 然後 軟體的話我也會定期更新 只要有好用的軟體 再加上好用的網站 我都會做更新給大家知道 或是幫大家快速入門 音效 音效剪輯阿等等這種 像這個3D小畫膠 我真的覺得 對我這種美術白癡非常好用 好那 這個影片 對阿有一個人不喜歡我就 也蠻高興的 對因為我知道 這個影片 並不是算很完整 可是對也算一個基礎告一段落 就跟我當初一樣 我當初做出來的東西 只會往前走 然後它不會後退 也不會左右跑 對我當初做的東西非常的糟 好 好 好那 OK 那我的影片就是 暫時就是 大概就是 會一樣做遊戲介紹 軟體到 進階教學 對我目前還是以 Unreal Engine 4為主來做教學 好那 我這次的閒聊就 跟大家到這邊了 一樣也算 推薦阿 或是聊聊我本身而已 阿 假如你有 問題 或是 或是想跟我聊天的 對 那 其實就是 在YouTube底下跟我留言 或是 對 到我的粉絲專頁 我粉絲專頁 我打一下 我粉絲專頁在 在 那個 介紹那邊 應該也有 不好意思 對這邊 雖然 對啊 因為我目前沒有時間經營粉絲專頁 不過你們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直接到這邊 那傳訊息給我 我大概 三天會開一次 阿只要有人傳訊息給我 都會回 對 我都會回 然後 對 之後的影片 因為我快開學了 然後 然後 家裡目前有點事情 所以我影片會比較慢更新了 之後 會比較慢更新 然後我 簡介這邊就會稍微改一下 對 就三到七天阿 或是幹嘛 我會改一下就是 每部影片出產的順序 然後 我可能會做 開頭阿 片尾 所以 對啊 就是影片優化 對 我影片會 優化 然後 所以 就是質量要好一點 然後 字幕的話 我是不清楚大家要不要加阿 假如覺得我講話OK的話 那 我一樣就暫時不加字幕 假如你們覺得我講話口齒不清或幹嘛 對 那就 在留言底下跟我講說 我 聽不清楚 或是 喔我聽不明白 那我就知道我會 要加字幕 好 那 我的影片 不 我今天的閒聊就跟大家在這邊告一段落 那 感謝這八個人訂閱我的頻道 也感覺 感謝這 247 算 也不一定都247人 不過 只要有看我影片 我都很感謝大家 好 那 我會繼續努力 不管你喜不喜歡 我的影片 或是 你覺得我做的 不好 大家也可以給我一些意見 好 然後我會繼續努力 教各位 這些軟體 好 開學的話看有沒有時間介紹電腦遊戲喔 對 我花一點錢 介紹一些電腦遊戲 像 我的頻道有一個 對 有一個遊戲 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就有點像馬力歐阿 好那 那 我這部閒聊就到這邊了 好 那我們 下一部影片 再會喔 好 各位 掰掰